第三集 叶凡虽然谈不上所谓的失业有成 但因为一些原因与经历 如今手中也有些资本 不久前恰好购买了一辆奔驰 就价格来说要高于刘云志的那款丰田车 但如果以此来评判身份地位的话 它感觉是相当的庸俗 十几分钟后 叶凡驱车来到聚会地点 海上明月城 这是一家集餐饮休闲为一体的超级娱乐城 地处黄金地段 周围非常繁华 从其停车场中的各种高档轿车 便可看出消费的主体 刚刚大学毕业三年 大多数同学都还谈不上失业有成 叶凡觉得选择这样的聚会地点 多少有些辐射 当走出停车场 来到海上明月城前时 他很快便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 都是来参加聚会的同学 当中有的人已经三年没见了 叶凡 这时一个长相清秀斯文的青年 发现了他 脸上带着笑容迎了过来 这可是你的不对啊 身为本城地主却迟迟才露面 应该是你发起与组织这场聚会才对 这个面向斯文的青年 名叫王子文 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 与发起者之一 在大学时便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 据说 这三年来在另一座城市发展得非常顺利 资产已经相当不菲 另外几人也迎了过来 虽然已有很长的时间未见 但众人见非常的热闹 很显然 王子文是在这里等人 能够让他站在海上明月城前 专门迎接的人 也不过那么有限的两三人 很容易就猜出来 王子文是一个聪明人 并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独自等人 而是一边说笑着 一边在前带路 陪众人进入海上明月城 第五层有一个小型商务中心 可供三十到五十人进行会议 已经被包下 此刻 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来参加聚会的同学 差不多快到齐了 几人的到来 短时让县城的气氛一阵热闹 不少人迎了过来 能够重新聚在一起 有种时光流逝 空间错位的感觉 恍惚间 与大学时的某些场景重合了 毕业三年了 大家都已经是二十五六岁的人 有几人已经结婚 更有两人当了小妈妈 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生活轨迹 但总的来说 大多数同学都是普通人 昔日的理想与报复 已被时间打磨得快要彻底消失了 在平淡的生活中归于平凡 梦想已经远去 绝大多数人都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叶凡被王子文带到另一边 细心观察发觉 这边的同学不是那种失业有成 就是家里有些背景的人 叶凡 你这么晚才来 一定要罚你三杯啊 三杯太少 你们也太想去叶凡的酒量了 林家也坐在这边 单风眼鞋朴 身材修长 曲线漫妙 性感动人 哪位美女想罚我啊 叶凡将几个男同学 也同样划归到了美女行列 刚来就占我们便宜 罚 一定要很罚你 一个男女一直对外 开始摸刀霍霍 刘云志在本城有一定的背景 自然也在这个小群体中 他很随意地说道 原以为你等出租车 要耽搁一段时间呢 这话一出 顿时有点冷场 在场的人都知道 刘云志在大学时 与叶凡的恩怨 如今他在这座城市 发展得很顺利 而此刻无意间 点出叶凡是坐出租车过来的 意态实在是有些明显 其他同学也都注意到 这里的情况 向这边望来 不过叶凡只是无所谓地 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我去外面接周易 王子文插开话题 而后转身离去 林嘉宇两名女同学 谈起了化妆品 又说起几款名牌服装 其他人也说了些昔日的趣事 方才的短暂冷场 才就此结果 意识又热烈了起来 不过 经过刚才的事情后 气氛多少有些微妙 没有人再提要罚叶凡 而围绕刘云志的话语 却多了一些 叶凡在大学时 虽然是一个风云人物 但走出校园后 那一切都不重要了 现在事业有成与否 那是最为被看中的 周围不时有目光望来 这边俨然是一个特殊的小圈子 在座的都是目前发展不错的同学 而此刻的叶凡 却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对此 叶凡一直很坦然 不过 最终他还是站起身离开了这里 和另外一些同学 做到了一起 他不想被其他同学 打上特殊群体的印记 化妆品与名牌服装 永远是女同学最喜欢的话题 男同学 则从足球聊到了新闻时事等 话题比较广 半个小时后 来参加聚会的二十五人到齐了 全班共有三十三名同学 其中有三人出国留学在外 而另外五人 则因一些特殊原因未能感到 这次聚会的几位发起者 与组织者先后致辞 气氛是非常热烈 随后众人分成几个小圈子 各自畅聊了起来 很久后 众人才离开小型商务中心 将要举杯相请 这次重聚 没有进行刻意的安排 各桌位的尊碑 秦书便彰显了出来 叶凡 并没有同林家与刘云志等人 那个小群体坐在一起 而是很自然的 坐在了另一桌 又是一番致辞后 接下来便很随意了 有人在各个酒桌间敬酒 也有人被围在酒桌前 难以移动一步 连连被敬酒 三年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 也许是因为酒精的刺激 不少同学都谈起自己的生活 有人得意 有人失意 有人痛恨自己的老板无比苛刻 总是要求加班 而薪酬却少得可怜 有一位女同学说自己的男朋友 是某著名企业的部门经理 另一名同学则说自己的丈夫 已经升职为公司副总 也有人说自己的未婚妻 是某银行高管的侄女 而更多的人听后则是默然 很多人的生活并不是很如意 其中有个女同学有限的憔悴 有人说她嫁给一个并不喜欢的人 婚后并不幸福 丈夫整日酗酒 有同学路过她所在的城市 去看望她时 曾见到她身上 曾有语情伤痕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可以找我 对于这名很憔悴的女同学 叶凡些有侧疑 还记得大学是她羞涩单纯的样子 站在足球场外 用力挥手为她加油呐喊 看得出她的生活真的很不如意 她黯然而又感激地点了点头 小声道了一句谢谢 那名说自己丈夫 已经升职为公司副总的女同学 借着酒精的作用 有些不客气地说道 你看人家刘云志 现在发展得多顺利呀 这一桌的同学都同时看向叶凡 而后又妄想不远处 刘云志所在的那个桌位 那里都是如今发展得很不错的同学 叶凡 不是我说你 你在大学时也确实是个人物 但是走出校园后 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的 不努力 不行 这个桌位 那名说自己未婚妻 是某银行高管侄女的男同学 也一副说教的样子 提到刘云志那一桌的人 这边的同学有人感慨 言称上学那会儿 有的人远不如自己 现在却已经没法比较了 也有人愤世嫉俗 非常偏激 罪言罪语 说那些人衣锦还乡 炫耀才是 更有女同学对叶凡开玩笑 称幸亏上学那会儿 只是偷偷地喜欢过他 倒是现在有些后悔 当年拒绝了刘云志的追求 还是原来的那座城市 还是原来的那些人 但是再次相聚后 众人的心境却大不相同